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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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要感恩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 作词 李宗盛 他的功德 怎么说都说不尽 对于梁土导师的恩德 怎么报都报不完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这部无量寿经引导我们走过了许许多多艰辛坎坷的漫漫人成路 同样也是这部无量寿经 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美好快乐的时光 是这部无量寿经使我们成长起来 成熟起来 让我们这些迷糕的日子 让我们不再迷惑了我们不再迷惑了 我们就要回家了 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快乐的事情 有这样一段话 供养给同学们 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受益 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长节轮回 故时归途 迷惑颠倒 备受苦痛 金蒙诸佛慈悲教化 指引我们回家之路 从此不再六道漂泊 回家面见弥陀慈父 极乐家乡多么美好 清经文法大彻大悟 法界众生本是一体 无量众生等待救度 菩萨慈悲不舍一人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就这一段话一共是十二句 大家仔细体悟一下 我觉得每个同学都会从中悟到点什么 回首2018年 我们应该略感欣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年 我们没有空过 在学佛的路上 同修们都有新的收获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又前进了一步 离家越来越近了 在这里 我想以自己为例 回顾一下 2018年 我们有哪些收获 我这个呢 只是抛砖掩域 通过我的回忆和总结 让同修们也回忆一下 让同修们也回忆一下 也总结一下 为什么要回忆和总结 回忆过去 是为了展望未来 我们总结2018年的收获 是为了2019年的事情做得更好 我自己在2018年 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想按照时间的顺序 把我的几件事情 回顾 重温一下 供同学们参考和借鉴 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副讲无量寿经 这是2018年的一件大事 是重中之重 可以分下面四个层次来说 第一个层次 完成讲稿 写无量寿经讲稿 开始于2017年 完稿于2018年 具体的时间是2017年10月22日动笔 2018年1月2日完稿 一共历时70天 全稿45万字 这是第一个层次 完成讲稿 第二个层次 录音录像 第二个层次 录音录像 这一项工作呢 是分三次完成的 第一次 2018年3月12日至3月25日 共录制22集 共录制22集 第二次 2018年4月15日至4月26日 共录制24集 第三次 2018年5月14日到5月25日 共录制24集 至此70集录音录像完成 为什么要分三次完成呢 有同学可能不太理解 就是一个原因 为了留出后期制作的时间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不太了解实际情况 因为当时没有后期制作的团队 录音录像和后期制作都集于余记者一身 他还没有修到那个分身的程度 所以必须得分着来干 他身边的几个同修 都是在职的 有的只能是业余时间 过来帮帮忙 可想而知 时间该有多么紧张 就拿第一次录像来说吧 举这么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3月25日到4月5日 为什么说3月25日呢 因为第一次录像是3月25日录完的 那一次共录了22集 从3月25日到4月5日 只有10天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说4月5日 同学们都知道4月5日是清明节 我们按原来的设想 准备在清明节这一天第一集挂网 与同学们见面 记得刚开始挂网时 是5天挂一集 有的同学们 有的同学们 是怎么挂的这么慢 实际上大家不知道 就是这个速度 对于余记者和他身边的几个同学来说 已经是日夜兼程了 还稍有休息时间 这个具体情况 我是非常清楚的 看到他们那么辛苦 我非常心疼 我跟小鱼说 我说不能这么玩命的干呢 任务还没完成呢 你可别把自己先累死了 小鱼说没事 有佛力加持 累不死 这件事情过后 就是挂网结束了 有一次小鱼告诉我 他说 刘雨 我真的做好了思想准备 累了这七十级无量寿经 我是真的玩命了 就是累死 也值了 大家想一想 这得有什么样的精神 能这样来做事 能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他的身体状况 有些同学们可能不完全知道 我知道他的底细 他现在能活着 那就是佛力加持的结果 否则二十年前 他可能就走 他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下 完成了这个任务的 这是第二个层次 录音录像 第三个层次 挂网 从2018年4月5日 第一级挂网 到2018年10月30日 第70级挂网结束 历经6个多月 整个挂网过程 应该这样说 是顺利的 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在这里 我真诚地感恩 看得见 看不见的护法 全力护持 护法功德 无量无边 这是第三个层次 挂网 第四个层次 建网络 义工同修 2018年8月末 我去吉林 小鱼那个道场 和网上 参加后期制作的团队代表 见见面 感恩他们为无量受惊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们的功德无量 见到全国各地来的 网络义工同修 让我非常感动 这些人 都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事先 不知道我去刀场 因为小鱼这个保密工作 做得挺好 后来 有同修告诉我 说老师 我们曾经猜想过 说刘老师 能不能来刀场 但是心里没有底数 见到以后 他们的行动 让我非常感动 为什么 我觉得 我很惭愧 一个普普通通的 东北退休老太太 何德何能 让同修们如此的期盼 我没有为他们做出什么 他们的到来 让我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好多东西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小鱼的那个稻场 很多同修不知道 他那个稻场呢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小院 因为他的稻场叫农村 所以那个农家小院 条件就很简陋 没有室内洗手间 就这一条 就有点麻烦 是不是这样 农村 小院的那种室外厕所 城里来的孩子们 可能都没见过 有的都不敢使用 多跟小鱼想着 比较周到 他给外地来的同修 在室里准备了宾馆 安排了宾馆 这样的同修们白天 在道场参加活动 晚上去室内住宾馆 他是这样安排的 可是事实是 没有一个同修去宾馆住 他们是这样说的 说刘老师在这 我们哪也不去 因为人多呀 地方小 睡觉的地方都很少 急急巴巴的 他们说 在刘老师身边 挤着睡 也高兴 所以 那个道场 那些个同修们 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 两天的时间 是这样过的 住着农家小院 吃着农家饭菜 睡着农家火炕 享受田园风光 畅谈觉佛的快乐 一幅美丽的图画 将永远留在 每个人的记忆里 有一位同修 我对他认想非常深 因为什么呢 就吃饭的时候 这个同修啊 他坐在我的对面 别人都开始吃饭了 就这个同修 他不动快乐 他就直直的看着我 当时我看他不吃饭 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怎么不吃饭呢 这个同修说 老师 我就想这样看着你 怎么看都看不够 我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 有什么值得好看的 他说 你怎么那么漂亮 说看你真人呢 比录像里还漂亮 我就笑了 我告诉他 我说两千年的时候啊 我生病 是奇丑无比啊 惨不忍睹 没有个人样 我说那时候 我都不敢出门 为什么呢 我的外貌太吓人了 我出门怕吓着别人 所以我就三年左右的时间 我在家里猫着 是基本上不下楼里 我说现在你说我漂亮 我告诉你 我是怎么漂亮 我说念佛念你 我告诉他 念佛可以改变人的容颜 念佛可以改变人的气质 你也好好念佛 大家都好好念佛 人人都会念得漂亮的 前些时候啊 我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 愿你在繁华世界 修一颗清凉的心 这本书是一位法师写的 书中有一段话 说得非常有哲理 我给大家说一说 这段话是怎么说的 美可分为形象美和内在美 形象美属于外表 内在美则指人的德性 单有外表的形象美 而没有内在的德性 这样仍然是有缺陷 不完美的 所以 人生除了有外表的形象美之外 必须充实内在的德性美 我读了这一段以后 我自己是很受启发 确实是这样的 人的形象美 不完全 还缺一个德性美 如果你这两种美都具备了 那是完整的美 写书的这位法师 非常有慈悲心 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把这个故事也讲给大家听 从前呢 印度有一位大慈善家 他娶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妻子 叫玉爷 这个妻子呢 因为自己的外貌美丽 所以他就生起了傲慢之心 他瞧不起公公和婆婆 也瞧不起婆家里的其他人 特别的 骄纵放肆 那就是用这个词说 那已经表现得相当差劲了 有一天呢 这位慈善家 他就想把佛陀请来 说教育他一下 但是这个玉爷呀 就是他的妻子啊 叫玉爷嘛 他听说以后 他就故意的躲避了 他不想见佛陀 他就藏起来了 佛陀来了以后呢 这个玉爷呀 他心里有一种好奇心 什么好奇心呢 他想听人家说 都说这个佛陀相貌庄严 究竟他怎么个庄严呢 他没有看见过 所以他就偷偷地溜出来 他从门放往里看 他要看看佛陀 究竟怎么个相貌庄严 结果他一看呢 大吃一惊 他自己想 说佛陀的相貌庄严 实在是自己没法可比的 他心生惭愧了 他就出来了 见了佛陀 来礼拜佛陀了 这个时候 佛陀就对这个玉爷说 说你有着娇美的容貌 如果配上端正的心形 那就更好了 要知道 娇美的容貌 只是外表美 而端正的心形 那才是内在的美 这真正美的人 必须内外俱美 就是都要美 就是外要美 内要美 这叫内外俱美 这个玉爷啊 听了佛陀的教诲 他很惭愧 心中的交脉 马上就清除了 并且规疑了 并且归依了佛陀 佛陀教他实行五戒 实善 等美善的行为 以充实他内心的德性美 他现在容貌美 具备了 佛陀要给他充实的 是德性美 这样帮助他 内外俱美 这位玉爷呢 也依教奉行 励志 做一个内外 都美的 真正美人 这就是这位法师 我们讲了 这样一个 关于美的故事 我们感恩法师的慈悲 给我们讲了 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 让我们从中 得到美丽的启迪 通过这个故事 要告诉大家什么 下面这几段话 大家仔细品味 这就是这段故事 要告诉大家的 佛法 是指导人生 激励人生 鼓舞人生的 不有的人 说佛法是消极的吗 我们看 佛法消极吗 不对 它是积极 这是要告诉我们的 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学佛法 学佛除了认识人生 净化人生 和庄严人生以外 还可以把缺陷的人生 改造为美满的人生 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层意思 从迷梦的人生 转化为 觉悟的人生 由生死的人生 进化为 解脱的人生 也念泄土 有的人 喜欢念泄土 有的人喜欢念解脱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 是一样 就可以了 由凡情的人生 升华为 圣志的人生 我刚才说的 这几层意思 就是这个故事 要告诉我们的 真实含义 以上是我 2018年 做的第一件事情 副讲 无量寿经 下面讲 这一年 我做的第二件事情 是 清经 2018年 5月25日 七十级 无量寿经 完成录像以后 我是把这个录像的毛片 从头至尾 看了三遍 开始时 是看看 有没有错漏 口误之处 可是看着看着 我自己真的看进去了 越看越爱看 有一天 闹出了一个笑话 我一个人坐在屋里 对着视频机 看这个录像 看着看着 不知道怎么的 嘴里突然就冒出了一句话 说 这个老太太讲的挺好 这句话一出口 我自己哈哈大笑 我想 这个老太太是谁呀 那不是你自己吗 你怎么王博卖官 自卖自夸呢 但是实在在的告诉大家 这句话 我说出来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那个老太太是我自己 简直是奇怪题了 否则的话 我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是我做的第二件事情 听经 第三件事情 看书 可能有同学听完了以后会说 哎呀 刘老师 你时间怎么这么紧呢 没有闲着试试 真的没有闲着试试 我们的心 要时时刻刻都在盗手 不能偏离这个盗 我看了哪些书呢 2018年 因为从2018年的5月25日 七十级无量寿经 完成录像 到2018年10月25日 一共是5个月的时间 就这5个月的时间 我看了下面这一些书 第一个 静修节药报恩坛 我从头至尾 读了一遍 第二个 第二个 无量寿经 科著 第四回学习班 分享报告 一共是 诗一册 我都看了 这诗一册 我都看完了 而且重点是看 师父老人家 在每篇 分享报告后的开始 这是这十一本 第三 2014年 净土大经科著 一共是24册 我看完了18册 还有6册没看 第四个 第四个 师父老人家 讲的 无助生心疾 我看了两遍 第五个 彦祖文超解大经 上下两册 这是春节前 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看完的 我18年就看了这么多书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书 我记得那时候 闹凉荒 六十年代初 吃过饱饭 我怎么挨过来的 很多时间我是看书挨过来的 只要有书看 就不觉得饿了 所以我从小养成了 爱看书的习惯 这些书 新人以前 我都读过 看过 但是这一册看 我是这样想的 每看一遍 都有新意 都有收获 都有提高 我不但现在看的 以后还要继续看 读书是有很大好处的 这是第三件事情 看书 第四件事情 看刘肃清老居士的 往生光碟 2018年 是刘肃清老居士 往生六周年 师父老人家 对老居士的往生光碟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有两件事 触动了我 第一件事 是在2018年 冬至祭祖法会上 安排 把老居士往生的 视频卡 八千套 给与会的同学们结缘 这是一件触动我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是安排 把喜宋姐姐回家的文字档 整理出书 老法师亲自 为此书写的序 1月8日那一天 香港佛陀教协会 把师父老人家写的这个序 给我传过来了 我看后非常感动 也非常惭愧 为什么呢 感动的是师父老人家 给予姐姐极高的评价 这个评价 不亚于对海鲜老和尚的评价 我惭愧的是 对姐姐的往生 我是一清二楚的 因为姐姐往生 我是从始至终 跟进来的 对情况 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 能比我了解的更清楚 但我没有师父老人家 看得那么高 那么远 有的我即使看到了 我也体会到了 但是我没有把它全都说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我姐 我怕人家说三道四 我也不想因为这个 让有的同修生烦恼 所有的话 我可说可不说的 我就不说了 这些年 大家也想 后来我很少再提到 我姐姐往生这件事 除非是有安排 让我讲 那我不能不讲 在姐姐往生 六周年前后 我把姐姐往生的光碟 又看了三遍 现在看和往生的 当时看 感觉大不一样 不但我有这种感觉 我身边的同修 都有这种感觉 打个比方说 我六年前 看我姐姐的光碟 就好像一杯白开水 喝了解渴 但是没有品出味道 现在看 就是六年后的今天 我再看我姐姐往生的光碟 就好比是一杯淡茶 越品越有滋味 这就是我新的感受 以上所说的 是我对2018年的回顾 下面呢 想说说对2019年的展望 如果有同修 信心注意的话 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老师 你2018年10月25日以后 到现在 又快四个月了 这一段时间 您在干什么 有的人同修心很细啊 他把这时间都会算得很准呢 因为很关注 刘老师都在干什么 所以这段时间 我在干什么 就是我今天 要向你们报告的一个重点问题 也就是我这次 讲无量寿经 专题讲座的因缘 对于这个因缘 我跟不跟大家实话是说 说还是不说 我真的又有点纠结 为什么纠结呢 有同修真的好心劝我 说老师啊 你太实在了 说这回呀 你要再跟大家交流的时候 有些个实话 连老人家也别说 当时我听了吧 我自己就笑了 我说那不说 那我也憋不住吧 实话实说呗 人家告诉我 说你这样啊 老人家 你怎么不会保护自己呢 人家抓你把柄 你一实话实说 就被人抓住了 我说我不怕被抓 人家抓对了 那我该倒我就倒了 我就是这个态度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说我不实话实说 有同修可能问 说刘老师啊 无量寿经七十级 刚讲完 刚挂完网 这么短时间 你怎么又开始讲 专题讲座了呢 你说我回答不回答 我怎么回答 我编个话回答吗 那不是我的性格 我还得实话实说 所以说 如果我现在说 我告诉同修们 我说这个专题讲座啊 不是我要说的 你能不能相信 我说两个理由 你们大家分析分析 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第一个理由 10月24日之前的那段时间 我在干什么 我在看净土大经科著 到10月24日那一天 我是看完了第18册 应该接着看第19册了 就是在那一天的早晨 我们绕佛 就出了一个小情况 我先不说这个小情况 我先这么说吧 我正在看24本大军科著 看完了18本 大家帮我想一想 还有6本没看完呢 我做事情有个什么原则呢 就是做一件 利索一件 我不希望喜欢留尾巴 那你说我还有肉本没看完呢 我肯定是接着看吧 这是应该是我的做事原则 这是一个 我不可能这个事没做完 我又去想下一个事 第二个 0 70级无量寿经 挂网 还没挂完呢 大家回忆一下 70级无量寿经 是哪一天挂完的 是10月30号挂完的 我说这个事的时候 是10月24号 挂网还没挂完呢 我怎么呢去讲 专题讲座呢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 要把这件事情说明白 这个专题 不是你自己要讲的 那谁让你讲的 那我必须得把这个话 告诉大家 必须得实话实说 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说说 为什么从现在开始 我要讲 无量寿经专题讲座 就是说 无量寿经专题讲座的 这个因缘是什么样的 我还得如实地向大家报告 他的因缘是这样 2018年 10月24日 早晨绕佛的时候 有提示给我 我只能用这个词 有提示给我 原话是这么说的 先把书放下 以后再看 开始写 第二讲稿 说实在的 我当时自己心里是一愣 怎么回事 不是刚讲完 无量寿经吗 第二稿写什么 我这个念头一起 又有一个新的提示 无量寿经专题讲座 那我还想不明白呀 这个专题讲座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提示 第一专题题目 经题之妙 妙不可言 你们大家想一想 当时我真的都有点懵了 那怎么回事呢 一个提示接一个提示 而且说的那么简洁 那么明了 当时我就想了 既然是专题讲座 那就不只是一个题目吧 到底有多少个题目啊 我不知道 可是当时就给了第一个题呀 经题之妙 妙不可言 我去等一会儿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题目了 没有 就这一个题目 后来是怎么回事 怎么给的题目 说来也奇怪 第一个题目 我是10月26日开始动笔写的 你看10月24号 给我的提示吗 25号隔了一天 26号我就开始写第一个专题 当第一个专题 当第一个专题快收尾的时候 又给了我第二个专题 以后呢 就是这样以此类推 一直到第10个专题 我这次无量寿经专题讲座 一共是10个专题 一共是10个专题 这10个专题就是这么给我的 不是像以往一次性的把题目就给我了 这一次是一个题写完了 再给下一个题 是这样给的题目 这个和以往是有区别的 我利用两个月的时间 10月26日到12月26日 正好是两个月的时间 我把这10个专题都写完了 这10个专题 大约是23万字左右吧 我现在把10个专题给大家说一说 你们听一听 这个专题都妙极了 我要想啊 我是想不出来的 一 经题之妙 妙不可言 二 无量寿经 唱佛本怀 三 菩萨慈悲 大全示现 四 极乐世界 美好家园 五 娑婆世界 苦不堪言 六 依止名师 直屈绝路 七 七 阿弥陀佛 佛宗之王 八 释迦如来 八 创建佛教 九 诸大菩萨 十 慈悲教化 十 承穿佛法 守护大丁 十个专题写完之后 我不知道干什么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 那就先放着吧 1 月13日 我去香港拜见师傅 把专题讲座的事情向老人家报告了 把十个题目也报告了 我问师傅 这个干什么用 师傅回答 要讲 我又问 什么时候讲 师傅回答 越快越好 所以从今天开始讲 无量寿经专题讲座 也是遵师命而行的 师傅说要讲 那我就讲 师傅说越快越好 那我就尽快讲 这不是刚刚过了正月十五吗 按风俗 过完二月二才算过完年 咱们现在没过完年 就开讲了 应该算够快点了 用这个也给同学们收收心吧 别过年把心过散了 要尽快把心收回到道上来 让2019年 有个良好的开端 刚才我说到 1月13日 我去香港见了师傅 同学们可能很关心这件事情 那我就跟大家说说吧 我这次去香港 事先没有计划 没有安排 今年我肯定要去香港 看师傅的 但是什么时候去 时间没有最后定 不知为什么呀 就在元旦的前后 有那么几天 我特别想师傅 想的心都难受 那种感觉就是恨不得 立刻就来到师傅的身边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受人之托 正在看印祖文朝解大经 写作者等着听我的灰音 元旦过后 我把上册看完了 下册还没有看 我想把下册看完了 我就去香港看师傅 那我为什么13号又去了香港呢 因为1月8号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把师傅为喜送姐姐回家这本书 写的序给我传过来了 说出书的工作正在运作 师傅对这件事情很关注 老人家是亲自安排协会 每天24小时 不间断播放姐姐网上的光碟 香港同修 希望我对准备出书的文稿 做最后把关 基于这个原因 我就暂时把印祖文朝解大经的下册放下了 去了香港 我这一次去香港 是来去匆匆 往返 一共就三天时间 我是13日下午4点钟 到达香港 15日下午2点返程的 中间只有14日一个整天 所以就是来去匆匆 一共三天的时间 14号这一个整天 师傅跟我安排了一个题目 让我讲讲姐姐往生的经过 再讲一讲 姐姐往生的精神 和她的作用 意义 这是师傅老人家 给我布置的一个专题 让我14日这一天 给大家讲一讲 所以14号那一天 我用了两个小时 遵照师傅的嘱咐 把这个专题 讲完了 没讲之前 我对师傅说 我说师傅 我姐姐的往生 不论你从哪个环节上看 都是神通 如果你不承认这个 没法解释 有人不是一直在批吗 六年过去了 刚刚淡化了一点 我现在又一次出来 讲 姐姐往生的这个事情 不得又爱批吗 我的意思就想 跟师傅说 咱就不说了 别让人家再接着批了 师傅 笑了 师傅的那种笑 我用语言形容不出来 老人家的那种表情 我真的表达不出来 我用几个词 不是很准确 只能是那么一点点 意思吧 你说师傅的那种笑容 是幽默 还是诙谐 甚至还带一点点的那种 脚侠 有同学说了 你怎么用这个词说师傅呢 我用脚侠这个词 不是反义词 也不是贬义的 我是用这个来表达 师傅的那种童心 他当时那种表情啊 真的我找不出来 更确切的词语来形容 反正你看了以后 你觉得 哎呀老人家太可爱了 就这种感觉 我这样跟师傅说了以后 师傅是这么说的 师傅说呀 咱们现在不公开 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咱们再公开 到那时会有用的 就说话的那种表情动作 让在场的人都觉得 哎呀 师傅太有智慧了 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 听老人家说 不有人不理解吗 不有人批吗 咱们现在不画 不公开 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咱们再公开 那个时候会有用的 你仔细品味品味 师傅这几句话 真是大智慧 不过我们想不到 我上面说的这些 有人会不理解的 真的我知道 我心里是有数的 我上面说的这句话 有的人是不理解的 甚至有人还会拿来做一点小文章 这很正常 完全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不说一家话 不做一家事 就是这样 因缘不同 各走各地路吧 师傅老人家对姐姐往生的认识之高 评价之高 是我望尘莫及的 老人家在为 喜宋姐姐回家一书 所写的序里 有这样几段改人置身的话 引人深思 我现在把这几段话 抄露在此 以想诸位同修 第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岁于 2012年 11月21日 中午12点 分秒不差 欲知实质 欢喜自在 念佛往生 此 为极乐菩萨 来娑婆世界之表演示现 救度末法 九千年苦难众生 第二段话 刘老居士表法证明 净土法门 是一切诸佛如来 普度众生 究竟圆满之法门 是一切诸佛 度众生 一生成佛之第一法门 我等 我等 幸遇此法 十位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可不保诸 第三段话 携众 共学 洗颂姐姐回家 系列光碟 深为感动 此乃 于 有生以来 学佛 最极 真实之 收获 第四段话 刘肃清老君士 舍寿十年 做出念佛 往生 极乐世界之榜样 证明 西方极乐世界 真实不虚 阿弥陀佛 临命宗时 接引往生 真实不虚 此事 无量寿经 精华 亦包括 全部 大藏经 在其中 如同 金字塔顶尖 无有任何法门 能超越 其上 一句 阿弥陀佛 念到底 保证 往生 不退 成佛也 师父老人家 这四段话 有多少人 听懂了 有多少人 接受了 有多少人 照做了 我这样说 听懂了 接受了 照做了 你就往生 不退 成佛了 师父老人家 为什么让我 讲这个题目 我理解了 是老人家 高瞻 远瞩 大智慧 大胸怀 大气魄 老人家考虑的 不仅仅是 现在 他考虑的是 末法九千年 我们想不到 我今年 七十五岁了 阿弥陀佛 什么时候 接我回家 我不知道 我没接到通知 但是 我总有一天 会走的 我走之后 没有第二个人 能把我姐姐 往生的 前前后后 说的那么真实 那么详细 说句 玩笑话吧 没有第二个人 能把我姐姐 往生前后的 种种 神通 说出来 不是有人 不愿意 听神通吗 我现在还真的说 真的用这 神通两个字 如果我走了以后 我姐姐往生 前前后后的 有关神通的事 没有人能说出来 因为这个说 要有一个原则 得说到什么程度 真实 要原汁原味 不能变样 所以 我自己掂量掂量 除了我以外 没有第二个人 能说出来 所以老人家 这一次安排我讲 这个题目 是不是就是 留存资料 已被厚用 留存资料 已被厚用 这可能就是 师父老人家 让我讲这个题目的 真实含义吧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讲完之后 就是指 我这次在香港 14号 利用两个小时 把这个题目 讲完之后 有人提出批评意见 这我知道 对于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的态度 一切虽缘吧 因为什么呢 我是这样想的 至于我讲的 对不对 至于别人批的 对不对 不要去计较 因为 各有因缘 那就各付其果吧 是不是 每个人的 造的因缘 每个人要付这个果报嘛 所以 我讲错了 我自负因果 我是这样想 所以对这个 所有的问题 我都不想去说 哎呀 人家批你了 怎么着 愿意批就批嘛 是不是 人真批对了 也是为了 你别误导众生 你怎么老讲神通 而且 说了一些话 这都没关系 我不会计较这个的 我就是点点我自己 我说的 是不是事实 如果是事实 我的心 就是坦然的 至于别人 理不理解 那就是别人的 因缘 和我没关系 今天的时间到了 剩下的那一部分 下午接着讲 下午讲什么呢 讲这次去香港 师傅说了两个重点问题 这两个重点问题是什么 也跟同情人报告一下 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